二零一四年臺灣十大英文新聞票選 結果出爐 前三名是臺中國家歌劇院落成啟用 雲門舞集新家落成 還有屏風表演班無限期停演 加上了新舞臺閒置半年 還有國家表演藝術中心掛牌 這些都跟表演藝術和場館有關 而音樂家李太祥和建築師 漢保德 相繼在二零一四年離開我們 也讓這一年留下了很多感謝和思念 台北藝術大學藝館所主辦的 二零一四年臺灣十大英文新聞票選 由台中國家歌劇院落成啟用 獲得第一名 今年十大新聞中 幾乎快一半都跟表演場館有關 明年二零一五年的趨勢是 臺灣各地的場館會越來越多 越來越好 那從正面來看是 展演活動應該有個正向的一個發展 而且是在專業的場館裡面 台中歌劇院原定二零一五年上半年 納入國家表演藝術中心營運 已經確定要延後 台中歌劇院二零一五年一月起 將暫停所有的演出 進行二度施工 九月能夠驗收完成 那麼希望能夠在十一月 十月就能夠那麼開幕 但現在我們訂的還是比較保守 訂在十一月做一個開幕的時間 國家表演藝術中心掛牌 台新落成的雲門劇場以及藝文界 呼籲重新啟用新舞台等新聞 都顯示了演出團體對於場地的渴求 那過去臺灣的專業的場所 其實是不足的不夠的 那就是大家都要去搶 搶所有的這些場所 其實臺灣現在各地的硬體建設 現在是蓬勃發展 我覺得對推展展演員來說 它是一個正向的一個發展的力量 到四星舞台的問題可能要花一點時間 因為它現在已經關了半年多 希望是不管是台北市政府 或者是我們的文化部 可以想想辦法讓他們繼續再演 屏風表演幫無限期停演 以及音樂家李太祥 建築師漢寶德的世事 都為2014年 臺灣藝文界帶來無限感傷 時代藝文系統 讓臺灣社會回顧 過去一年藝文界曾留下的阻跡 我們 有 阿弥陀佛